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党线 权力分立 最后党线 投小林地委所提出来的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案 这个修正草案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观察到这个修正草案它会实际上造成我们宪法法庭康怀的效果 它会让我们宪法法庭没有办法遵律的运作 它造成的是什么 它造成的是说人民的基本权力的保障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我们大法官所受理的案件里面 有九成五以上的案件都是人民权力的申请案件 对于机关的权力分立的相关的争议案件 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那如果我们的宪法法庭康怀之后 它代表的是人民的权力没有办法被伸张 代表的是我们少了一个宪法判决的机关 这个对于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所以律师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我们认为说我们的宪法体制一定要可以继续的维持 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宪法制度被迫害 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宪法的体制遭到剥夺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宪法体制能够继续的运行 所以我们反对这样子的修法 我们反对破坏我们的宪政体制 所以我们号召了所有的律师们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游行 让大家可以真的注意到说 建法法庭对我们多重要 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次修法有多么的恶劣 所以我们今天会往前走 我们很少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 律师很少很少在法庭以外的地方穿着律师袍 这也是我第一次穿着律师袍在外面 很多律师觉得律师袍应该是在法庭上穿 不应该在街头上穿 可是律师们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捍卫我们的体制 捍卫我们的民主法制 所以我们穿上律师袍代表的是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宪政体制 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种状况 律师们就应该站出来 穿着律师袍代表了我们律师的象征 代表我们对于我们宪法价值的维护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一次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招呼召了所有的律师 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也希望所有的人民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立法委员们 可以坚决的去否定 或者是不要再继续推动这样子 伪证乱线的一个法案 我们希望我们的宪法法庭能够继续有效的运作 谢谢大家